我告诉你20岁拼体力 30岁拼能力 40岁拼智慧 50岁拼资源 拼你的人脉 所以人生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跟随成功的人 第二个阶段和成功的人合作 第三个阶段成就更多的人去成功 当你成为一个主管的时候 你就有两个职能 第一个职能是带领团队达成目标 第二个职能批量化复制人才 我在做分公司总经理的时候 是集团公司冠军 我就没有得过亚军 我不知道亚军是什么感觉 所以作为一个销售团队的带领者 首先你是一个要有能量的人 一定要有格局 有功劳是大家的 有责任你来当 下属才愿意跟你 所以领导是有魅力的 领导的魅力是什么 是吸引人才的魅力 是培养人才的魅力 是凝聚人心的魅力 所以如果你在带团队的时候 有问题 在管理企业的时候 下属不服你 你那个团队乌烟瘴气 没有执行力 你就去下618 新商业魅力领导力训练力 我录了三天的课 这个课全是干货 张老师的课信息量大 信息密度多 案例丰富 逻辑清晰 实操 最后说一句 想学管理 想学领导 学618 这一句话 感谢观看